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要多谢华辉给我们这个机会和邀请 和大家分享一下产品的设计和施工的关系 我们也要奉命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 因为我们的公司也很出名 我们的公司成立了180年 是导瓷斯指数和S&P 500的成员 去年的营业额是290亿美元 但3M或3M被人最大的印象就是 太多东西卖了 这是事实是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涵盖大家生活每一个环节 更多的产品是你用了都不知道 就像我们通讯系统的产品一样 我们通讯系统的产品涵盖的范围是由基楼 到企业网络 即是structure cable 外套计价格 所有东西都不能见光的 和层楼口的 是大家家里用的 近期我想大家对3M更多认识 只要你光顾香港Botbank和PCCW的光纤到户 一定能在商店里看到3M的墨头 这个例子是说我们不断的创新和演进 虽然我们在三十年前已经发明了我们的Fiber Lock 接线技术 但我们就没有停留在这里 不断的演进 将它改变来做其他的用途 而成为今天很多光纤接头的产品 我们和其他公司一样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品质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都是将我们的网络系统 我们都会给予一个25年的Performance Warranty 这些是一些在亚太地区用的例子 有新加坡 祖国其实最威的就是在尿巢里用了光纤的系统 有台湾 韩国 因为再数下去就不够了 所以欧美那些我们就会在另外一些地方展示给大家看 香港我们近期有大型的工程就是有这几个 其中一个较有名的就是理工大学那间的酒店 Icon PCCW的基楼 另外就是玉港湾和恒生商学院 东会城和柳一城 正如刚才有些讲者都说过了 其实联络系统就不只是Lan那么简单 BMS也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的 所以当BMS有升级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联络系统的产品 我选择了三个例子去谈谈好的产品 设计怎样可以令到施工更简化 第一个就是我们 OneClick 不用用工具的CAT5E或CAT6的材料 我相信大家的3M袋里面都有一粒的 但未讲到之前都提提大家 我们都有110的 如果大家是都喜欢用110的话 都可以考虑一下我的产品 OneClick 最大的好处就是 对于用的人和对于施工的人来说 同样有方便 对于用的人来说 最大的方便就是 它有一个shutter在门那里 而这个shutter最大的特色就是 不需要再用水晶头 挤起那个shutter 把水晶头推进去 一锁下去 水晶头就已经推开了门 对于用的人来说是有方便 对于施工的人来说 方便的地方就是 不用用打扇刀 用较轻的力量就可以去activate 以及可以重用 但是不相伤IDC contact 即是说 performance不会改变 最后也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入线 我们配合这个产品 我们也有我们的patch panel 你看到就是一个个洞 需要的时候你才要买颗色仔 卡到那个位置 另外我们有不同的color cap 因为在伺服器房来说 每天那个头的用途都有千变万化的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去区分 所以你走到伺服器房 你期望我今天要做一个很紧急的circuit 是红色的 你一看上去哪个红色 你就已经看到了 就不用控制它去看这部 就浪费了一些时间 那说明不用用2的 开扇刀都要的 剪锏螺丝批都要的 那么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梳直完线 然后排在一粒排线 最后才把排线 卡到那个扇刀 那么我们省力的设计 就是用了这两只翼 有杠杆的原理 用较少的力 就可以把颜色仔压到那些线 也都因为这样的设计 但是呢 重用的时候 只是拿一个螺丝批一挑 这粒肉就会垂直弹出来 弹出来的意思是 你里面的IDC content 就不会被伤害 那CAT5E就无所谓的 但是CAT6呢 那你 就这样拔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叉子弹了的话 它的 performance 就会有改变 那么你用虎鹿 比较查就会知道了 好了 其实市面上 有其他的toolers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其实大家的toolers 虽然说是异曲同工 但是有些东西都要留意 例如有一些 就是将110的略为Modify 那条线是批了进去 但是你要拔出来的 第二些呢 你是要垂直 将整个线肉批进去 没有杠杆的原理 其实是浪费一点的 或者它会给你一个工具 是将线肉批进去 那么有些一直都是拍起来 那跟我们的设计 很近似的 另外有一些呢 就是你要用另外一件东西 就将你的线肉 和那条线 夹住它 所以大家都是toolers 但是设计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施工的方便 程度有差异 另外呢 省力的程度有差异 你一天按十粒 当然不觉得 一天按几百粒 就会很感觉 另外这个呢 它亦都用回110以前的设计 就是那些线要自己拿手 撬开它 我觉得也是较为麻烦的 那接着来 第二个例子 就讲一下 那如何在光纤接博上 用一些好的产品 去减少时间呢 全香港都认同是Fusion 在这三十年里面 原因就是因为 可靠 还有呢 没有其他产品 大家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用热去融入两条Fiber 将两条Fiber 变成一条 那大家觉得是最可靠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要有架机 那你说我租也可以 没错 你租一架机 要租人 人未必有空的时候 你就要等久一点 你不能等的话 那你就要光顾另一个 但是 譬如说 我只是做一招半招的时候 又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你设计机器一段时间 但是原来你只是做一招的话 其实就不是那么有效的 所以三十年前 我们就发明了 mechanical Spicing 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一块铝片 就将两条Fiber 夹进去 做定位 那大家都知道 你切割Fiber 就是99.99% 一定会有凹凸的 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啫喱 去填上位置 令到光 就不会有折射 那就是不会走光 那就是说 信号的虽减 就减到最低 做出来 大家都是小过0.1dB 它构造很简单 它构造很简单 里面灵魂就是这颗铝片 将两条Fiber 切割好之后 就塞进去 一按键 就可以握住铝片 就可以做了光纤的定位 那横切面就是这个 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 是大家最关心的 其实跟Fusion差不多 250 900mc 都可以用 最方便大家 就是不需要用电 亦都不需要用 Fusion 所以容易用 亦都不需要很大的投资 而且工具很轻 随时在很恶劣的环境 都可以用到 我试过一个例子 是在荒山野嶺 拨打Fiber 为什么呢 因为CCTV 不能够到那么远 所以要经过 一定有Fiber 所以要经过 荒山野嶺 你要举架 很高的地方拨打 那我就不会这么拨打 因为要赔回命 大家有看到 其实 步骤很简单 脱开外皮 洗线 切割 然后 放在那一粒 Splice 然后 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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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 就完成了 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技术 做了一些其他产品 包括 专门为900麦克人而设计的2539 专门为日本的NTT线而设计的2569 和2579 这些将来可能在你家里都会看到 例子就是 例如你第一次光顶 在香港宽喷 你的MODEM就放在厅 第二天就跟他说 我想放在房间 以前的做法 就拆掉 也不会拆掉 就拆掉了 放一条新线给你 但是 如果有了这个技术的时候 他就只会在原来的线上 隔一截 然后他就省下线 还有省下两个头 2579的好处就是 IPCALX4 即是防水 防雨淋 浸水就没得到 另外一件事 与大家也有切身关系 在团队上 很多时候我们要做Fiber头 做Fiber头 以前来说 是一段痛苦的事情 现在已经不是 全靠有光纤到户 令大家方便了很多 以前最古老的方法 就是用EPOXY 或HOT MELT 即是用胶水 把Fiber黏在头上 为什么时间长呢 因为有两个因素 第一 要等到胶水干 第二 等到胶水干 要磨头 为何要这么长 因为要磨掉胶水 才能磨掉 Fiber 另外要有烤焗炉 去烤溶胶水 另外 师傅要非常有技术 因为磨得漂亮 和磨得不漂亮 就是靠师傅的手势 然后大家想到另一个方法 就是用猪尾 用猪尾 猪尾的意思是 一边是光纤头 一边是普通的Fiber 把猪尾 烤到普通的Fiber 那这个Fiber 就会有头 时间短了 但是要租机 和人 另外控制机 没有这个人 有技术 也要有技术 所以3M公司 为了这个缘故 亦为了光纤到户的趋势 发明了一种 不用磨头的头 不需要磨头的头 其实就是 将一条猪尾 造成一个头的形状 即是 将中间的烤溶 放在头上 外面的光纤准备好 只按按键 那你就夹了一条光纤 刚才也听到 有些人说 Pigtail也不够好 因为有些客人的要求 就是不可以有膊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不用磨头的头 这个头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 可以使用250μm和900μm 使用 是一片一体化的设计 就不会有零碎的部分 不用担心在工地 就不见了一条 另外 有SC LC 其实是FC 但是通常 C和LC 另外 它需要一个简单的工具 为何? 因为它只能送一条光纤进去 还有我们有一个喇叭尾 这个就是它的花名 叫喇叭尾 喇叭尾 是确保 你进来的光纤有30mm 的Bending Radius 弯曲半径 不会因为弯曲半径 过小而走光 而增大 另外 有一个String Relief Claim 是什么? 就是糟糕 900μm 使诊 letter 900μm06m 所受的力量 可以する元素 比同類 recib leaning 比 Buenos Vuitton на says 在工厂 将白色一囧前 木材 掃好 由于外面的移动 处现 大技 用机械方法 將兩條光纖對接 跟平常一樣,將頭部放在工具第一部份 開線,將線送進去 按這個按鈕代表將光纖對接 最後將內部有一個Buffer Clamp 推進去 便完成 前後不需要分半小時 這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大家還想有興趣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我便要進去 後面有真人示範 可以講解這些產品的好處 多謝大家